大家好 持久来聚焦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时隔不到一年二度访华之际 但是他现在人都还没有到北京 美中双方就已经先隔空过招 布林肯他预计是在今天就会抵达上海 不过他在启程前夕 可以看到美国国务院就先发了一个人权报告 直接就点名北京是在香港还有新疆等区域 实施了种族灭绝还有反人类的行为 对此大陆方面也不甘示弱 因为可以看到环球时报就在布林肯落地之前 他们就发了一个社评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就发布 并且是隔空喊话布林肯 他在从华盛顿飞到上海这20个小时里面 那布林肯他先好好的做功课 好好的相读这片社评 那么仔细看到社评的标题就直接点出了 要布林肯他在落地之前 先把他的第一颗扣子先来扣好 尤其是要把这个正确的认知先树立好 不过何谓是第一颗扣子 其实也就是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这个不可逾越的红线 这个是中方称的 并且指出不论是设香港 或者是设新疆设台湾问题 这些三个其实都是中国的内政 所以美方是没有权利来指手画脚 那么新华社的英文版评论中 也都强调了一中原则 其实就是美中的政治基础 点明白的是要把不支持台独承诺 转化成为实际的行动 不过就在布林肯他仿中落地前的前夕 美国参院是在台湾时间今天早上 这79票对上了18票通过延荡已久的原外法案 那么当中不仅是将乌国急需的军火送到乌克兰业外 他们就同意了这一点 第二是加强了以色列的飞弹防空系统 并且是均援在台湾在内的这个印太伙伴 来对抗中国大陆 而且呢在给印太伙伴的这个81亿的美元当中 其中呢要注意到是有20亿的这个美元呢 是专门提供给台湾来对抗的 就是中国大陆的侵略 而第四个法案呢 是众院上个礼拜临时新增的 是同意呢Tiktok 如果是不在9个月内脱离中国的母公司 字节跳动 那么就不得呢 未来就不可以在美国使用Tiktok 也就是呢所谓不卖就禁止 因为呢拜登政府认为字节跳动 将会收集全媒1.7亿这个用户的资料 而且呢现在其实随着美国的大选即将接近 美国的官员他们就认为 中国政府很有可能呢 是会透过Tiktok来进行一些宣传工作 甚至呢是会甘愿美国的这个大选 美国的选举 那目前呢这个远外法案是已经在参议院通过 送到拜登桌上之后呢 这个法案就会正式的生效 那么对此在美国提供台湾援助上呢 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莉 他今天就批评美国 他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敦促美方是要以行动实现 不支持台独承诺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美国国会有关议案 塞入涉台内容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 我们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 兑现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 那可以听到朱凤莉指出 美国国会在援助案中是塞入台湾 严重的违反了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规定 向台独发出了错误的讯号 那么接着就批评呢 民进党是罔顾民业 甘愿当作外部势力以台制华的一个棋子 那么如果是将一枚谋独的话 注定是会失败 那么刚刚提到呢 是在Ttalk问题上 Ttalk的发言人20号就曾经表明 现在呢会采取法律的行动 批评美国呢是强行通过了这个禁令法案 这个是践踏1.7亿美国人的言论自由 摧毁的是700万家的企业 并且是关闭了一个为美国经济 贡献达到240亿美元的平台 一先来一看他的说法 Once the US President signs his bill into law the clock is going to be ticking for ByteDance to either sell TikTok's US operations or to shut it down Now TikTok is of course the wildly popular social media platform It's based in Los Angeles and Singapore But it is a unit of ByteDance This is the privately owned tech giant That's based in Beijing And that is what's been fueling bipartisan concerns and fears over in the U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use it for surveillance, for espionage or to shape public opinion 那么其实拜登他在签署 这个法案的当下呢 时间就已经开始倒数 因为这节跳动现在也面临到 他们是要卖掉在美国的业务 或者是面临被苹果啊 或是Google等应用程式下架的一个风险 不过呢 这个多达1.7亿人都在用的社群媒体 如果一夕之间呢 是在美国遭到禁止 很有可能就会引来大量的用户反弹 因为呢 说的是1.7亿人 TikTok在爆红之后呢 其实很多人都靠这个软体为生 甚至呢是透过拍影片 转为TikTok的全职工作者 不过呢要知道这个新版的法案 这一次呢是给了字节跳动 9个月的时间 可以来决定TikTok未来的命运 但是如果真的出售的话 现在呢是很有希望 如果TikTok出售了 那么字节跳动呢 他们也是很积极的出售 那么拜登呢 他就可以再授权90天 也就是再多3个月 让字节跳动呢 他们是可以卖掉TikTok 那么这其实也意味着 如果现在呢9个月加上3个月 一年的时间也就是 现在4月到了明年的时候 4月的时间的话 就可以才会真正的知道 TikTok他们的命运到底是什么 但是呢美国的大选是在11月 因此呢这个时间点可以说是 完美的避开了美国的大选 见识呢其实到11月的时候 选迷他们也不会聚焦在TikTok这议题上 不会对拜登他的选票来造成影响 那么尽管TikTok问题呢 在大选期间很有可能是 可以先把它摆到一边 但是呢拜登政府现在因为 力挺以色列的立场陷入了酒精 那么随着乙军在加萨地区 持续的攻击 造成人道主义的危机 全美校园呢可以看到 近期是返游的声浪 是遍地开花 包括了长春团的名校在内的大学呢 这些学生他们是在校园里面 扎眼抗议示威 甚至呢是爆发了学生 还有警察之间的冲突 那么警方甚至在18号的时候呢 就直接进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里面 逮捕了上百名抗议的学生 甚至是有人因为抗议 遭到停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示威集会进入第七天 在警察进入校园逮捕学生后 情绪持续高涨 不只延烧到各大长春团名校 返游学运 可说是在美国遍地开花 哥伦比亚大学一开始在校园草地上扎营抗议 要求校方停职与以色列合作 但大拼几令竟然冲进校园以非法入侵为由 逮捕将近50名学生 各大的警察学生冲突 获得美国其他顶尖大学师生力挺 其中包含哈佛耶鲁伯克莱等等 有大批学生在学校扎营 借此声援各大学生的集会运动 对此美国纽约市长谴责大学生返游行径 表示他支持言论自由 但言论自由不能沦为仇恨言论 而美国总统拜登则是对反游抗议 与不了解巴勒斯坦情况的人都予以谴责 美国民众指责政府双标不断军援 以色列导致更多孤孤的加萨民众死亡 在以哈冲突的最一开始 美国龙头企业主纷纷停止资助美国顶尖大学 这些金主认为学校没有谴责哈马斯 没有阻止学生反以色列的示威游行使助长仇恨 而目前各大与哈佛大学宣布暂时关闭校园 希望能平息反游运动 记者综合报导 太阳星全校课费有一身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一身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一身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